我们看第三题 他说游乐园门票是960元 那么20人以上的团体要打8者 一姐打算找同学一起去玩 可是她错不到20个人 那怎么办呢 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个 一姐如果含自己总共找了18个人 请问要花多少钱 那当然就是每一个人乘以960 所以就是18人乘以960元写0 那我们来算算看 18乘以960 86是18 近4 8972 76 166 199 所以82近1 1000 所以17280元 这个是他找18人所需要花的钱 接着我们看第二题 他说如果一姐直接买20个人的团体票 请问总共要花多少钱 20个人一个人960 可是买团体票可以打8者 因此要乘以0.8 那我们来算算看 20乘以这里两个0 2612近1 2918 所以19200 19200乘以0.8呢 等于是1920乘以8的意思 所以0 826近1 8972 73近7 818 15360块 这就是买20个人的团体票 好 在刚刚那一题 第一题 我们算出他如果直接买18个人的票 他要花掉17280块 但是在第二题 他买20人的团体票 只要花15360块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他直接买团体票 虽然他不到20人直接买团体票 但是比较便宜 那么因此 这个题目就要我们算说 我们能不能用不等式算出来 什么情况之下 直接买20人的团体票 会比较便宜 那我就假设 他有X人 这个X人必须要小于20 为什么要小于20 因为如果大于等于20的话 他就本来就应该买团体票了 所以就比较 没有什么比较便宜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列这个式子 才能够用不等式写 他说买20人的团体票 会比较便宜 那代表X人的时候 买的钱 必须要大于20人的团体票 这样才会比较便宜 那么X人买的钱怎么算 一个人960 所以X乘以960 那要大于20人的团体票 就是20乘以960 左右再打8则 乘以0.8 那么这时候 我们左右两边同除以0.6 就可以把这个约分约掉 剩下X 大于20乘以0.8就是16 所以我们就知道 X大于16的时候 他直接买20人的团体票 会比较便宜 但是X有一个限制 他必须要小于20 那人又没有半个的 所以什么情况之下呢 就是17人 18人 19人 可不可以等于20 不行 因为X要小于20 所以当17人 18人 19人的时候 直接买20人的团体票 会反而比较便宜 这就是第三题的